华盛顿将军 美国的开国总统 出生在佛吉尼亚 一个大种植园奴隶主家庭 他们家 这个有多大呢 你知道他们家有多大吗 他们家的占地面积 2500多平方公里 跟环游县一边大 这都是他们家 2500多平方公里 他的耕地 他的拥有的土地 就4000多英亩 一英亩相当于6亩多地 2万多亩地 392名黑奴 自个儿那日子过得怎么样 爽极了 但是华盛顿将军 绍牧荣宣 长弦兵略 爱打大 英法七年战争 在北美打印度 七年战争 他加入英军 他是英国人的后代 加入英军 累功升至上校 战争一结束 英国人过河拆桥 瞧不起他这种土生白人军官 殖民地出生的军官看不起 把他由上校 降为少校 将军一怒之下 不干了 也不干了 回到自己的庄园 养鸡 喂兔子 种葡萄 开始干这个了 现在他的国家 他的人民 他的民族 在召唤着他 只有他有过正规军服役的经历 让他去 打仗 他毅然告别了舒适的生活方式 挥剑就任大陆军总司令 领了这帮 昨天还是农民 还是银将 还是牧师的人 奔赴战场 临走的时候 他释放了自己的全部黑奴 你们都自由了 这些黑奴自愿的留下来 搭理他的庄园 没有一个人离开 因为出去找不着工作 我连A都不认得 我出去干嘛去 华盛顿将军只有一个女儿 没有儿子 他只有一个女儿 他的女儿后来就嫁人了 嫁人就不姓华盛顿了 就嫁人了 然后他的孙女婿 就是他女儿的女儿 他的女儿好像也只有一个女儿 他们就没有孩子 没有男孩 他的孙女婿 就是美国南北战争时候 著名的将领 南军的总司令 罗伯特李 罗伯特李是 华盛顿将军的孙女婿 所以这个南北战争 南方一失败 李将军的庄园 就被政府没收了 那也不叫没收 因为私有财产 神圣不可侵犯 政府就说 你这个庄园 几月几号之前 必须拿着那个房本来做登记 否则的话就冲工 他在南方当总司令 他不能到北方来登记 所以那个就冲工了 冲工到现在 就是美国最著名的阿林顿国家公墓 听说这个公墓 40万军人埋葬在这个公墓里边 阿林顿国家公墓 现在还有地儿 还能埋 只要你是为美国牺牲的军人和前军人 美国总统基本都当过兵 所以总统都可以埋在里边 你愿意提出申请 就埋 就往里边埋 甭管你是总统 你是四星上将 你还是前二等兵 只要你想埋在里边都可以 那当然他有的人他不想埋在里边 他往回家乡跟母亲埋一块 也有的事 美国在独立战争到现在 牺牲了大概一百多万人 一百多万人 那阿林顿公墓里埋了40万 埋了40万 就相当于咱的 咱还真没这么一个地方 相当于禁国神社 相当于日本禁国神社 他那甭管你什么人埋在这 占地都一边大 占地都一边大 对对对 一个白色十字架 上面刻着你的军衔 刻着你的军衔 你看又巴顿将军 巴顿没在这 巴顿在卢森堡 什么什么将军 我四星上下 旁边一个呢 二等兵 二等兵 两人挨着 一边大 只有肯尼迪总统 占了俩坑 占了俩坑 他为什么占了俩坑呢 美国特种部队 捐给他一坑 因为特种部队 是肯定第一手创建的 所以我们感谢总统 我们将来少埋一人 让总统躺着 因为别的人都是站在 这个坟里边 那锅材是竖着往下割 人都是站着 军队都按照这个什么站着 总统可以躺下 让总统累了 躺着 只有他可以躺着 因为特种部队 给你捐了一个坑 一边大 他不像咱们八宝山 触击以上才能进去 触击搁墙 触击搁屋里 不急的搁哪 他就规定 中国就到处体现了什么 等级 等级 人家那没有 到处体现平等 到处体现 你活着的时候 咱有军衔等级 你死了之后 在上帝面前 灵魂都是平等的 都是为国家牺牲 没有官大官小的一说 所以 你想 他现在的阿灵顿国家公共 埋了四十万人了 还能往里埋 你说有多的地 这拥有这么大地的人 参加战争 那完全是为了什么 国家 民族 不是因为我日子过得不好 我偷地主俩 我把他打我 我参加红军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我一不留神成上将了 没这样的 是吧 我为了国家 为了民族 我要去 这个 于是 发表了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独立宣言 美国人一念这个独立宣言 充满深情的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t 喷你脸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t 那家伙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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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自豪独立了 我们美国独立了 天赋人权 什么政府压迫我们 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推翻他 这是造物主赋予我们的神圣的权力 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 你压迫人民 人民就可以推翻你 可以推翻你 所以我们要推翻 大破裂天王国 对我们的统治 我们跟英王的隶属关系结束了 美利坚合同国诞生了 黄尔顿将军 在这个美国建立之后啊 功成身退 他没学过枪杆子里边出政权这个道理 是吧 按说他应该是建立美国的 他应该功劳怎么样 最大吗 他完全可以做这个国家的领导人 革命到死 完全可以革命到死 是吧 然后指定接班人 但是他没这么干 他不但没明白枪杆子里边出政权这个道理 相反 他把能够获得政权的枪杆子交出去了 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五分钟 黄尔顿交出军权 国会设计了一个程序 当将军走进会场的时候 要向全体国会议员行军礼 议员不必起立 用手倾触帽颜还礼 就完了 因为你的军权是人民赋予你的 我们是人民的代表 我们代表着人民 所以你把权力还给我们 是应该的 然后将军发表演说 我的任务完成了 我要把军权交出来 议长代表国会议员接受这个军权 并且也发表一个演说 你的英明不会随着你军职的消失而消失 你将永远被后世子孙记住 所以将军鞠躬出去 由军人总司令变成了一届平民 这个时候你不再是总司令了 一届平民 且慢 还有一件事你需要你干的 什么事呢 解散大陆军 打完仗了 军队怎么样 不需要了 美国军队由三万才到了八十 这八十人用来看守财政部的金库 剩下的人 全部解散 将军要解散大陆军 你为国家丢了一条胳膊 你为国家丢了一条腿 后世子孙会永远铭记住你 抚恤金一分都没有 因为国家打仗的钱全是借的 财政部金库里只有债券 你要吗 没有钱 没有钱 所以你原来种地的 你还种地去 不可能让你变成上将 给你小楼 给你小媳妇 这不可能 你原来是打戒指的 您还打戒指的 你原来教书的 你还教书去 你的义务尽到了 你尽到国家感谢你 后世子孙感谢你 你也不是为了自个儿 过日子过不好 你才干这事的 所以你们该干嘛干嘛去 总司令含泪吻别了军旗 发表演说 我相信你们在战场上 是好战士 在社会上是好公民 大家全回去了 回来之后 总司令也回到自己的庄园 养鸡 种葡萄也干这了 然后美国就乱了套了 南部比较富裕 卖棉花 卖烟草 卖咖啡 比较富裕 农产品马上变成钱 很快 南部各州欠的钱 还清了 不但还清了钱 还能发抚恤金了 这样一来北部各州就不干了 北部各州就不干了 咱为谁打仗啊 咱为国家打仗 咱十三个州独立而战 凭什么你只管你那州的事 我也为国家掉了一条腿 你瞧怎么 他就领到富裕金 我就没领着 我们这州因为穷就没领着 那不能这样 于是前大陆军上尉谢斯 就领导起义了 起义了 就是四千多名大陆军退伍兵 我拿不着钱 我生活也没法生活 我回去打首饰 我参军为国家打仗这些年 我那首饰铺早被别人盘过去了 我回去种地 我那地都没了 老婆都跟那边跑了 你说我怎么活 我怎么活 你不给我发补语金 我怎么活 大家起起 造反 这样一来的话 大陆会议震动了 怎么办 震动 华盛顿的老部下 刘毅思上校就给华盛顿写信 建议华盛顿将军出来领导美国建立美利坚王朝或者美利坚帝国 由华盛顿担任美国皇帝或者美国国王乔治一世 乔治一世 结果华盛顿将军给他回信 你对你所效忠的国家和我本人还有一点点尊重的话 这种话以后不要再说了 我不认识你了 咱俩绝交了 这封信至今保留在美国的华盛顿纪念馆 就纪念碑底下 将军纪念馆里 那就给刘毅思上校回信 我不认识你了 你别再给我来这封信 你不是我的部下了 没听说过你 你让我当皇上 你是人吗 咱们都是为推翻专制而战 你让我当皇上 但是华盛顿将军很着急 这国家乱成这样 看来邦联行不通 咱们得建立一个联邦 各州统一起来 建立一个联邦 所以华盛顿将军凭借自己的巨大的威望 出山振臂一呼 别吵了 到费城 咱们开会 制定一部宪法 于是在费城的独立厅 各州代表跟这开会 吵了五个多月 将军绝大多数时间在会上一言不发 就听着各州代表跟那吵 吵了五个多月 制定出这部宪法 这部宪法完全是各州之间妥协的产物 谈判就是互相什么呀 妥协嘛 你漫天要价我找底还钱 你不妥协这事就怎么样 就干不了了 我们老是在谈判桌上 具力力争 绝不能向敌人妥协 那就打败不妥协 你不妥协就甭干了 那不妥协你谈什么去 你坐谈判桌干嘛 坐谈判桌就是互相来干嘛 来了 妥协来了吗 说报听就讨价还价来了吗 所以美国通过了1787年宪法